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的第一个运动首都 今年夏天在这里汇集了超过一万三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他们来参加第27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数千人参与了这场学生盛会的准备工作 喀山联邦大学在这届运动会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远在大会开始之前 喀山大学就开始招募大运会志愿者 这所在喀山尤为重要的大学 为大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军 由四千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此外参加运动会的共涉及两万余人 运动会开幕当日 数百人走上喀山街头 火炬接力的长度 创下了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最高纪录 最终 接力在喀山联邦大学的校园墙外结束 我此时心情非常高兴 当火炬手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久后于此的志愿者们 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从大会开始的第一天起 喀山联邦不再仅仅是间接的 而是大会最直接的组成部分 在大会中 俄罗斯队有15名运动员 是来自喀山联邦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 很少有大学能够拥有 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 马利亚·史金诺娃 是这些获奖者中的一员 她在柔道比赛中获得一名铜牌 达达斯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对杨纳·马尔基诺娃提出了表扬 马尔基诺娃在游泳比赛中 夺得一金一银两枚奖牌 激动人心的是 国家队的拉杰利·卡什佛罗佐夫 成为4成400接力赛的冠军 喀山联邦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尤利亚·扎利波瓦 也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她在300米扎一赛中获得一枚金牌 当我出国比赛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你是喀山大学的老师吗 我非常高兴他们知道这些 问我这些问题的人 不是俄罗斯记者 而是国外的欧洲的记者 这让我有了一种自豪感 俄罗斯女子乒乓球队的 安东尼娜·萨维利耶娃比赛中 经过不懈努力获得一枚铜牌 在大运会的新项目摔跤中 伊利达尔·伊纳·杜林获得冠军 这位喀山大学学生证明了 摔跤这一项目 作为俄罗斯达丹斯坦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其他人在这一项目中 是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 举重队也没有让奖牌花落别家 德米特里·阿米科夫 为俄罗斯队赢得了一枚铜牌 安德烈·杰曼诺夫 尽管有奸商在身 依旧在最近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上 获得银牌 在平时训任中 我并没能够举起现在的重量 显然作为主场 我操场发挥了 所有人都打电话给予我支持 他们知道我今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的 他们说我们为你加油 经过了竞争激烈的一天 运动员们返回大运村 每天晚上 他们在等待喀山大学的学生 准备的娱乐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比赛期间 每一天喀山联邦大学的学生电视台都会走进大运村 讨论最激动人心的体育赛事 在大运会后 大运村将作为喀山联邦大学的财产 现在它是俄罗斯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宿舍 这里将永远让后人记得这次在喀山举行的盛会 我们就此期待 我们将长久铭记大运会 很快这里将举行2018年足球世界杯比赛 一场规模宏大的比赛 我要告诉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喀山大学是多么的优秀 毫无疑问 本届大运会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它是参与者和组织者的伟大节日 同时也将在喀山联邦大学历史中 书写崭新的一页 这种骄傲与自豪将在一代一代的学生中传承 我们已经进行过圆波实验 并且在尝试让它们具有可见性 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学生 已经在俄罗斯度过了两周 在这里 他们将在新的实验室里进行物理实验 在我们学校有两个实验室 但是却没有像喀大这么好的实验室 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源进行12项实验 在实验室里 我们认识了来自奥地利的 具有丰富实验经验的克里斯托夫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 他喜欢旅行 但是喀山和俄罗斯还是他第一次来 我觉得俄罗斯是非常伟大的国家 我非常喜欢在不同的国家旅行 但是学习期间我却没有办法旅行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这次一有机会我就来到了喀山 这里的一切都不同了 不同于奥地利也不同于中欧 以前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朋友 没想到喀山能有这么大 每天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长的时间 在尹斯布鲁克我二十分钟就到学校了 因为城市很小 和所有喀山大学的学生一样 克里斯托夫住在大运村 这所全俄罗斯最好的宿舍 这是阿利克斯和特里格 阿利克斯是我的室友 他们现在可能在写实验报告呢 我们通常七点起床 然后跑一个小时的步 之后我们九点到学校吃饭 这是我们的厨房 现在已经是午饭时间 我们非常饿 我们要做十二个人的饭 希望不要做太久 因为现在我已经非常想吃饭了 要三到五分钟 这里我认识了许多住在这里的人 很遗憾没有几个人会说英语 但还是有人会说的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网球 当我们知道有来自奥地利的学生 来这里交流的时候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去打网球 七点去是吧 对七点 我们现在在吃饭 要不要过来一起吃一些 哦不了 谢谢我们吃过了 学生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美食 品头论足了 但是自己的习惯还没有改变 对于所有国家的学生来说 最好吃的都是通心粉 今天我们在外面逛了一圈 早上实验就做完了 现在要再去逛一逛 现在我们要看看实验用的望远镜 这个看上去已经非常古老了 这样躺着不舒服 看上去挺有意思的 你们因斯布鲁克有这样的设备吗 我们有天文实验室 但是这样大的望远镜 我们那里没有 在这看电影印象深刻 效果太好了 因斯布鲁克有吗 没有 我们有普通的3D效果电影院 但是这种环形的没有 尽管对于克里斯托弗来说 喀山是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 但是他依旧觉得这里的天气和人 都和奥地利没有什么区别 我喜欢喀山 我没觉得人们之间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也有这样的商计中心 可以说喀山和因斯布鲁克 没有太大区别 你现在会说一点俄语吗 会 我会说谢谢 不了 再见 近日来自世界各国的100多名物理学精英会去喀大 共同参加俄罗斯著名光学家彼得菲奥费诺夫命名的学术研讨会 下面请看记者采访 第15届菲奥费罗夫斯基研讨会的周年主题是晶体 火性金属以及稀有金属的光谱 对于远离物理的人来说 这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奇怪的名词 使下许多晶体光谱学领域的发现和发展广为人所用 事实上知道一个晶体的组合有时可以改变其性能 发展显示有些有色晶体的特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 五年前你买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 它的显示屏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模糊的 并不清晰 现在屏幕分辨率很大程度地提高了 亮度也得以增强 这就是我所说的光谱 这还是个有趣的问题 距离晶体光谱的生日已经有半个世纪 而这一问题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宽广 起初它被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后来它才变成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在研讨会上不仅仅是进行了讨论 其中不少问题被质疑和批评 然而正是这一部分在会上被参与者广泛讨论而受到关注 因为在那里 在讲台上 在瞬间 一切问题都变得很明显 这是他们在办公室工作几个月也无法发现的 我惊讶的是 在喀山无论如何 我们所有的活动有关科学和教育 在这里 物理科学的火光不只是在安静地燃烧 它早已火光四射 绚烂无比 行像费奥费罗夫斯基研讨会这样的科学论坛研讨会 不仅是科学在大学校园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他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进行了沟通 科学上基本法则和法律早已在数百年前就得以证明了 是很难发现新的东西 因此每一个新的发现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 其重量都等同于黄金 费奥费罗夫斯基研讨会是一个真正的重大发现 那么对于珍惜时间的人来说呢 在喀大度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珍贵的 观众朋友们想知道这周都发生了什么吗 下面请看接下来的短片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周小薇 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万花筒 喀山联邦大学对于报考者的吸引力预见增强 今年就可喜地接收到了279名优秀的外国学生 校领导计划扩招 并为此创造了有力的入学条件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外国学生将收到关于此文件的书面文件 欧亚科学论坛必将成为我们大学的一个品牌 为顺利进行欧亚地区合作伙伴的洽谈工作 在喀山联邦大学再次汇集了国内外科学家 关于少数群体的问题 近日进行了原桌会议讨论 其中就包含人权以及少数群体权益这一问题 讨论内容为关于中学校服新规定 此校法律规定 学生不可以穿戴包含面纱在内的 含有宗教意义的服饰 少数群体关于性话题的不同看法 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些与会人员甚至因这些问题 过于尴尬而起身离开了原桌会议 大卡尔汽车拉利赛2013年冠军爱德华尼古拉耶夫 与喀山联邦大学的学生近日进行了会面 这位卡马斯高速驾驶员告诉大家 他能够加入竞技车队的秘诀 那就是他车后座毛绒玩具的支持 以上为近日新闻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聊天室 与我们进行关于新闻消息的讨论 欢迎您留下宝贵意见和问题 我们将于期中挑选信息 并于下期节目播出 今天的学生新闻到此结束 下期节目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